早就已經跟國民黨講了 你跟這邊藍白和 就是拚了命的把藍的血輸到白 怎麼辦 我剛點頭是在點頭朱立倫的部分 國民黨沒出席的部分 國民黨也是我講 目前我還是國民黨 所以我不能點到 其實我跟你講 我那樣開除戰術他現在沒給我 發一下好不好 對啊 開除了到現在都沒拿到 戰術這也是很妙 李正奧也沒拿到 民眾黨也發一下 給我一下好不好 我也吹了出生黨費 至少開除讓我給他亮一下 我都無黨籍選議員上了一年多了 連個證明也不給人家 扣什麼 他們扣欸 但我想說國民黨永遠不會讓大家失望 大家本來想說這個選完了 然後沒什麼話題可以討論 沒有 而且這一局是高手過招 大家要看清楚為什麼 韓流要來 韓流要來了 為什麼 明澤是真立法院的政副院長 實際上真的是背後的黨權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為什麼 韓國瑜在選前 朱立倫就把他安排 朱立倫現在在做了一切布局 這個不得不誇讚朱立倫 他選前做的布局 是為了避免他選後被逼供 韓國瑜你拿而我不分區第一名 擺明就是要你去當立法院的院長 你不要來跟我搶黨 那你有可能出來逼供我嗎 趙薩康就當了副總統的候選人 多多少少要總統敗選 他也有連帶的一些責任 雖然大家覺得說他是陪侯友宜去尬這一局 但是趙薩康也不好出來逼我的黨權 那你看一開始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傅昆奇要出來說要爭這個政府院長的時候 朱立倫在第一時間其實是沒有任何表態的 而且他剛剛好都沒有安排什麼公開行程 是過了兩天之後到了禮拜五之後 他才開始有一些動作 然後才開始有講話 那當然就是今天早上整個峰迴入轉 我覺得可能傅昆奇他可能是 大家都知道他很想當立法院院長 因為其實在選前的時候 選舉的過程中他其實媒體也有披露 他有去贊助一些候選人 什麼休榮組等等這些 可是實際上就有所知道的 包含有一些比較激戰區的立委候選人 傅昆奇不僅是面授戰略的戰術擬定等等這些 還提供一些資料 所以他在選前就已經在佈這個舉了 有政治敏感很多人都知道 他想要去選這個院長 那可能這個副院長副院長大家叫久了 他就想說不然我改去選這個副院長 結果 因為他姓傅 結果發現還是沒有用 因為確實啦 以這個韓國瑜跟江啟成這樣的組合 整個形象是比較好 而且傅昆奇跟韓國瑜 誰在黨內的整個影響力是比較大的 我想確實還是韓國瑜 其實我在想朱立倫在等的也是 等韓國瑜去開口 韓國瑜在這幾天對不對 上個禮拜有一個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叫蕭敬妍 沒事在那邊講說這個敗選主席應該要負責 有些縣市首長都有出來幫朱立倫講話 對啊 韓國瑜有出來幫忙講話嗎 蕭敬妍還傻傻寫簽字文寫那麼長 這個韓國瑜有出來講話嗎 沒有嘛 所以朱立倫就覺得奇怪 你又沒有秦王 我幹嘛第一時間要出來力保你院長 但當然後來可能大家有溝通好 所以說這個朱立倫就表態說 我們要支持韓江沛這樣 所以只能預測接下來的國民黨團 應該會大家都落賽三天 但我覺得要小心的是說什麼 因為傅崑吉他現在突然放棄競爭 是不是要以退為進 還是說他是要透過這樣子去自台成家 因為更重要的 有這種講法 我們知道更重要的是立院總召這件事情 但是總召現在是賴世保也沒有要給他 現在是賴世保表態要去 賴世保代表的是誰 代表的是趙超康 代表的是戰鬥 戰鬥人 也傳出說朱立倫的黨中央是希望柯正恩來擔任 不過剛才柯正恩是已經有否認這件事情 不用兩個柯總召的 那傅崑吉會不會以退為進 戰鬥人在立法院二十幾個 二十五六個 對啊 所以裡面那人詢問也是剛才有媒體有披露 就說在幕後就是裡面 因為後來這個沒有開放媒體採訪的時候 朱立倫有在講說接下來我們在這個議事工坊上 需要多仰賴傅崑委員 議事工坊上跟誰比較有相關 是不是在跟總召有相關 所以現在想說朱主席是不是現在變相要跟這個傅崑奇去做結盟 就是一人一的位置都卡好了 對 因為賴世保背後代表的是趙超康 來代表的是戰鬥籃 朱立倫其實對於戰鬥籃是覺得好像如梗在喉的 所以他要壓抑戰鬥籃扶植傅崑奇 沒錯而且這個禮拜四 就在這個禮拜四 這個趙超康才要辦戰鬥籃的這個 這個戰鬥營 新生座談會 要召集所有這個新的立委去上課 所以說這樣是不是在黨裝上叫滿 現在戲才開始演 所以大家都不用看立法院怎麼演 光看國民黨內部就已經夠好看了 亂七八糟的 民進黨的部分呢 我告訴你賴清德人家也要開班授課了好不好 1月23號親赴立法院 然後因為他是多年的立委 而且他是史上最強幹事長 所以他也要傳授他的最強幹事長的立委經驗 然後這個民黨的立委就覺得說 賴清德到立法院有三大意義 對民意機關的尊重 直接面對面溝通 彰顯賴重視責任政治 到第一線為政策背書 而且也回應在野黨要求的 到立法院國勤報告等等的 好這是民進黨的部分 民進黨也不斷的在檢討自己 到底年輕票為什麼流失 所以呢就覺得 平台這件事情 其實社群平台 其實應該要多花點能量去做 然後所以呢 拉攏年輕人民進黨搶劲 蓄工影音平台 民眾黨的部分是 要為立委加開節目 在KBTV上面 國民黨 以不變硬萬變 老身入定有沒有 我們沒有要跟進 我們還是在臉書跟IG 年紀比較偏老 把那個做好就不錯了 對 但是其實也沒有什麼創意啦 就是在這些原有既有的社群平台上 那現在民進黨綠的支持者就是 好 既然搶盡了翠 這個平台上面的反攻 必須要也準備好 所以呢就有人提醒喔 臨備好油付出了喔 半價要漲了 所以就看看民進黨的反應 是不是有夠快 必須要 平台是一個媒介 但是內容才最重要 如何拿著內容 去各個平台上面 導正視聽去作戰 這個才是民進黨 應該要重視的事情啦